體育精采是 嘉賓座威法正式啟動 我聽到滿多本來要放棄的選手 因為看到去年世大運之後 他們又重拾他們的溜冰鞋 其實也是透過世大運之後 這股熱潮很明顯就是有被帶起來 就是像以我平常訓練的大量國小隊 他們早上的社團 從幼稚園到小六學生 早上有一百多個在場上追風 就覺得還滿感動的 就是參與的人口也增加了這樣 因為卡巴迪就算比較小眾的運動 但是如果有了這次轉播機會 我相信可以更多人看到我們 然後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推展 應該會有更大的成效 我們現場都會訪問大家好 是幫助我們帶著講見你 這一些轉播的工作呢 我們希望就是能夠讓台灣的運動賽事 整體的環境讓它更完善 好,謝謝… 謝謝… 好,謝謝…